各位讀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ING CHEN KING 哥 今天的 KING CHEN旅游讲堂要说明一下京都铁道博物馆 为什么这次要讲京都铁道博物馆 因为前几个月的时候 京都JR 他有新设立了一个车站 他的车站就在美小路公园旁边 如果有去过美小路公园 就是有带小朋友去那边 玩的话应该都不会太陌生 因为你知道吗 京都铁道博物馆 其实就是以前 我们JR电铁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那他那个范围非常的大 在那边 多设立了一个车站 我也是非常的惊讶 只是就是说多设立那个车站的时候 可能KING哥可能在 2020年度的书里面的一些 行程走法可能要稍微小小的修正一下 因为之前去都是 做京都的 市营巴士嘛 那这次可以做 JR的车站 过去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后面我就可能会稍微简单的说明啦 好所以这次KING CHAIN旅游讲堂第83个单元 83个单元 说明一下如何前往京都铁道博物馆 在这个时候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啦 KING哥是旅游作家 日本旅游自助达人 还有日本 应该说还有很多的一些规划都比较专长啦 经营免费的平台 皮克邦 部落格 KING CHAIN旅游 还有在微博博客也都可以看到KING哥的一些动态资讯 Face像FB也是啊 Twitter IG 这些都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最近及时发发表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最近比较强调一点的就是大阪环球影城啦 然后再来就是这次直播的内容会上传到优酷及YouTube上面 好自助旅行意义在每一次的旅游讲堂都是会说明的 自助旅行是学习的开始规划自助事情样样都自己来 要果断要理性要诚信要谦虚 找对的方法及找适合自己的答案 因为你自助旅行的话 你虽然或许会参考一些书籍啦 或者是参考一些朋友的那个内容啦 但是你的状况不代表你跟别人规划的状况是一样的 所以还是会要调整适合自己的 的规划行程 相信就是成功的开始 要团结要自信要有功德心 团结的话 就是你可能有两个人以上 可能就是会需要有共识嘛 去什么样的景点 然后去要吃什么都要有共识 如果都没共识那就是分开走啦 所以大概可以这样来说明啦 搭错车走错路不灰心 开开心心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日本啊 气温跟台湾的气温是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啦 那就是以气温的那个 简单的讲啦 他们像比如说可能就是 春天啊秋天啊 这种季节的话 跟台湾的气温会差个十至十五度 假设比如说台北 15度的话日本 可能像大阪东京可能就只有5度左右 那如果说 香港的话当然不用讲会更热 那你说上海北京的温度 可能稍微气候 可能可以比较容易适应一下 日本的气候啦 所以以台北高雄这部分来看的话 落差会十到十五度 所以很容易去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感冒 生病 那到时候 要开开心心的旅游嘛 所以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因为最好就是可能自己带个感冒药 或者是退烧药 当然 King哥不是医生 就像有时候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 也会自备一些 可能是药局买的一些成药 准备一下 当然啦 日本药妆店也是非常的方便 在那边你可以咨询一下 药妆店的药剂师 日本的 那个药剂师是可以 解决顾客的一些需求啦 分享成功旅游喜悦以及宝贵经验 不批评不攻击 认真的准备下一次旅行 这是King哥这十九多年来的座位名 分享给各位读者 这次的主题的话就是 如何去京都铁道博物馆 其实讲简单一点 从京都车站出发坐公车 很容易就到京都博物馆 或者是做现在做JR JR三音线 就可以到那个 京都铁道博物馆 只是就说这样简单的讲 好像似乎就是说 我找到JR京都车站就好了 其实King哥的话在这边 可能就是会多补充一些内容啦 并不是说讲一讲那么简单 就是做到想办法到JR的那个 车站就可以到京都 是没错啦 但是有些行程呢 他可能不是这么安排的 他可能会做荆棘电铁 或者是 其他的私铁到京都 从那边到京都车站的话 可能又要再转车 或者是说从 从别的地方要做公车 到那边才会到 所以这个 部分 King哥可能在这边 讲堂里面会稍微 说明一下 京都铁道博物馆交通方式 哪些 就是 你如果说从 大阪出发的话 我们先 其实 最重要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地图啦 不管是用什么软体 地图 其实这就很重要的 辅助 辅助 是辅助 刚才有讲的最简单的就是 从京都车站 JR的 JR的京都车站出来 中央口出来 对面就是 京都塔 这样讲的话 可能大家 可能印象会稍微 比较深刻一下 京都 对面这边就是 Q.Tau 就是 京都塔 但通常我们 中央口出来的时候 会有好多好多的 那个 赤银 公车啦 或者是京都公车 就讲巴士 那现在的话 多了一个 路线图更方便 你可能有 JR Pass 就像关西 地区的 周遊券 或是 关西广域行周遊券 或者是说 类似像 关西地区 相关的周遊券 都可以搭 很简单 就是 搭 三英线 三英本线 三英本线是往哪里 就是可能要去 往那个 晨岐温泉 有时候讲太远了 有时候 那个可能会去 蓝山地区 其实他就只有一站 他那一站 新的站 刚刚有讲到 他新的站 就是 跟 那个 美小路有关系 他叫 西京都 讲错了 美小路 京都西站 美小路 京都西站 其实 他这一条的话 就是一样 造势道 也线到 三 三英本线 京都这边一站而已 在这边下来的话 其实步行个三分钟左右 就到 那个 铁道博物馆 清起来这样很简单 对不对 是很简单 但是我们在 规划行程的部分来讲的话 可能 金哥可能在这边 会再说明一下 行程的安排 好 京都铁道博物馆 如何规划 这个部分还会再跟 路线 路线的部分 再多 补充说明一下 那我们已经看了地图的话 他这么近 其实 有读者会问说 我用走路的 可不可以 可以呀 步行个二十几分钟 也可以到 从京都 JR京都这站 步行的 十几分钟 也可以到 那个 京都铁道博物馆 那你做 巴士 京都的 公车 巴士 其实 也可以啦 但是 你知道吗 这这这几年好多 游客 外国游客都会到 京都玩 那做 公车的时候 有时候 光 第一个等公车 或者是等 你已经搭了公车的时候 每一站都会 每一站都会停 那下车说 差不多有二十几分钟 哈哈哈 二三十几分钟 所以有时候用走的也不见得慢 我觉得 KING哥有时候是在这边稍微开个小玩笑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官网怎么写的呢 官网说 你从JR的美小路 京都西站 美小路 京都西站 步行两分钟 KING哥讲三分钟是稍微比较 其实就在旁边啦 然后旁边也就是美小路公园啦 好这个就是官网 来再来 公车巴士 KING哥其实有做过巴士过去 等下从巴士做回 京都车站 他这边可以搭 我们先看一下京都的 的那个乘车处 大家应该会稍微比较 要必须要了解一下 乘车处像还有分 B C 这几个区 其实KING哥那时候是在 在B3这边搭 好那你到C2那边搭乘的话 其实 也可以啦 KING哥其实那时候是搭4084 好C2的话乘车处就是跟 那个京都 金版的京都 巴士比较有关系 那我搭4084的话 可以搭205 208 他讲10分钟 但是有时候就是 人多 游客一多 挤上去 其实 不太会挤 通常会很挤 都是往清水寺方向 你KING哥的经验分享就是 往清水寺方向 或者是櫻花季的时候 櫻花季的时候啊 去 去比较有櫻花季的神社啊 比较有名的神社 人也会比较多 通常是哪边会多叻 低啊 ABCD的低 低层 低层车的地方 比较多人 这边 会比较多人 其实你到B3这个地方乘车去往那个美小路公园 以及 水族馆 京都的水族馆 或者是去 今天要介绍的 京都铁道 服务馆的 人 或许 不会那么多 会没那么多啦 那除了 搭了这205跟208之外 还可以搭 极型104 极型110 以及 86 88 其实KING哥 比较 去的时候 是搭 86 跟88 回来的 那你205 208其实也可以的 这个都是在美小路公园的 JR美小路 京都 铁道博物馆 前站 那个一下车 就是在 铁道博物馆的那个门口 这个 大家可以知道 那你像 说如果说是 C2 C2的地方 搭乘 那个 京本的巴士 也是OK的 他有20 45 这个 这个的话 他可能 下车 就是刚才讲的三分钟 就是说他的 乘车站牌跟 那个 京都408的 停的地方 是有点落差 不行还会有差一分钟 这个是稍微跟那个 读者稍微 说明一下 好这边有地图了 可以说明说 美小路公园JR的那个 西部站的巴士 跟美小路公园京都 铁道博物馆站前 好这两个不同的 位置 这两个都是不同的 他刚才有提到这个水族馆的地方 然后铁道博物馆在这边 那像 Tim哥的话会选择在这边上车 跟这边下车 这个就在就在 铁道博物馆的 门口外面 很近 我等一下找找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毕竟 这个旅游讲堂是可以花 比较多的时间讲 比较细部细节的地方 等下Tim哥 点音我一下喔 哈喽 先移个位置吧 找出 我的 硬碟 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照片 拍下来的 我接上一下那个 硬碟喔 等一下把一些刚刚Tim哥讲的一些相关的 拍的照片分享给读者 好那我们接下来赶快来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现在遇到了那个 网路啊 好像 点线有点问题啊 稍微 处理一下 当然不会影响那个那个我有那个另外一个镜头啊 Sony的那个镜头 说 说 哎 播放的 内容啊 建议先叫稳定的地方 嗯 这样子大家还会有看得到吗 最近就是有一些不太稳定了就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孔要先重整了一下 稍微不好意思啦 等一下 等一下 准备23的 内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准备继续啦 各位读者不好意思啊 那刚刚那个网路有稍微一点 中断 这时候赶快继续说明一下 中间可能有没听到的地方话 上YouTube可以比较清楚一点 我稍微 重复说明一下 就是说 King哥在 说明那个 京都铁道博物馆的巴士路线 大概是怎么样搭乘 好那 我这个时候 找出一些照片出来 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 我们铁道博物馆可以在 哪些站牌啊 因为刚刚官网说 已经有稍微看了一下 那个站牌 在哪边 位置在哪边 这边应该有京都铁道博物馆的照片 在这里 这个就是 京都铁道博物馆的外观 就是外观的部分 然后 坐公车的话 其实 位置应该 这是扇形的 好 这个就是 在 那个 铁道博物馆门口正前方的那个 大公车 所以他就是美小路公园 京都铁道博物馆 前 乘车处 旁边有个东 东西美小路 Express 他 其实也有那个 比较就是 极型的那个巴士 像 像比如说特级的 电车嘛 也有特级的巴士 就是中间好几站不停 好刚才有讲到 这边有58号 即行103104 1086 88 都停在这里 所以刚刚有猜看 有没有官网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就是停在这里了 就是在博物馆的门口 门口就在这边 巴士站牌在这边 然后还有就是 刚刚有提到就是 88 86 即行都是市营的 京都市营巴士 他是地理位置就是在 我们先看一下 Map 不对 那个官网 分享一下 京都的 B3乘车处 B3这一块 这一段就可以做了 不太需要到 C2乘车处 C2乘车处 是不太需要 这个交通的部分 可以 应该可以很清楚的交代 给读者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行程安排跟 京都铁道博物馆的如何规划 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就是 京都铁道博物馆可以待多久 正常来讲的话 一定是可以待半天的 里面的一些 橙色 这边有橙色很多像 京都铁道博物馆的一些展示的新干线 还有一些 已经保存很多年特级的列车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参观 还有就是很多小朋友可以DIY的一些 游戏设施 这个都其实 像这些 其实 亲子旅游 是非常适合的 里面也有 扇行车站 可以拍 这个是最具 这个代表性的 非常 非常 具有那个历史性的 美小路蒸汽 蒸汽车库 扇行车站 就是 那个像扇行的那个车站 然后中间有一个圆圆的 火车 到一个 时间的时候会出来 开出来给大家看的 这种 扇行车站 当然还有一些 奥迷迷店 像有一些 就是 跟京都 铁道博物馆里面的 那个 卖的东西 息息相关 所以这个是可以 分享 稍微分享一下给 读者知道了 我看不小心把我简报关掉了 好 讲堂地 现在 也都八三了 开除 这个好 我们继续来说明一下 安排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待半天 四到五个小时 如果说 以大人来看的话 要把整个的 所有的 导览的东西 还有一些 展示的东西 还有 贩卖的东西看完 再起码半天 四到五个小时 如果说你带小朋友去的话 说不定可以待更久 那什么时机点去呢 因为他是早上 你如果说你一早就要去的话 他营业的时间并不会这么早 不会六七点开给你玩 通常他营业时间的话是十点早上十点到五点半 那你像我们这安排来讲的话是比较倾向于就是中午用餐过后 中午用餐过后再去 那如果当然来如果你其实他这个地方你可以配合水族馆 可是 水族馆的话 毕竟 很多地方都有水族馆 那你会不会要去京都水族馆 那也是看个人 今天KING哥不介绍水族馆 京都铁道博物馆其实是 铁道迷 然后 小朋友 再来就一般像 可能KING哥就是 大人 这样子去 那不要建 如果说是 半天的话是比较建议就是 午餐过后再去 那你早上十点去 你去那边就要准备吃中饭 所以我们在行程安排的时候 以KING哥这样子的建议的话 大家如果觉得OK的话 你就 你就可以这样子安排 那如果说你早上十点就要进去 小朋友进去也是OK的 然后可能就大家跑一跑 跳一跳 玩就是稍微玩一下 他其实跟 大工铁道博物馆差别在哪边 大工铁道博物馆可能的设施 其实我讲一句坦白的 小朋友去大工博物馆 可能会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大工铁道博物馆的话 其实他有很多的 小小朋友的设施 就可以坐小火车 像京都铁道博物馆 可能就 在这方面可能就 偏向于展览室 比较多 不然就是暗暗暗暗暗暗的那些 一些案件啊 说这个设备是什么 然后类似像 这种的 亲子的 一些教学 当然有导览说明的人 从来在这个地方待 中午过后待一下 那我们像比如像 可能像你要配合像 可能早上我可以先去个二条城吗 对不对 然后在 因为你去二条城前就是 一样也就是在JR三印本线上面 来看一下 早上 KING哥可以稍微建议去 去看一下世界遗产 如果你是用JR的那个 周游券 当然是比较好 二条城在这里 二条站 当然是没办法跟京都 地铁的 二条 二条 二条城前站那么近 所以 他这边可能就是二条站走过去大概要8到10分钟 是稍微要走一点路了 那你回来回城的时候 你可以再去 现在的那个 京都铁道博物馆就是现在新的站了 美小路 京都西站 这个 其实可以这样稍微简单的 安排一下你的路线走法 大致上应该 安排上 我在想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 或者说你先走路可以先去 那附近玩玩一下 像京都塔 早上可以先去京都塔逛一逛 或者是说 你不想去京都塔 你可以去其他神社 或者是说 可以去东本院寺 然后再到西本院寺 到西本院寺 就直接走路去京都铁道博物馆就好了 这样子大概 大概知道怎么安排一下 你的那个 整个连串 串联的行程 好 那京都铁道博物馆值得去玩吗 对铁道迷来讲是值得去玩的 那如果说你是带小朋友去的话 要六个半天 也是很值得推荐去 亲子 亲子 也是很适合亲子活动的地方 好 那像 King哥的话 是去那边取宅 或者是说去那边看看 或是去那边稍微 看一看 日本电车 好 从 以前 那个 蒸汽时代 或是 柴油蒸 应该说就是 吃煤的蒸汽时代 或一直到现在 电 电车 他整个的眼镜 都有介绍的 很清楚 好 所以有 其实说真的 去那边 算是一个 知性之旅 好 就是 求 知识的 好 性质的旅行 其实是很适合去的 我这样 希望就是读者可以比较稍微 可以了解一下说去 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照片 可以再 分享一下 进度 这里 拍了很多的电车啦 然后还有古早的那种感觉 商店 然后旁边就是 那个月台 这个是还蛮有趣的 这些都是值得 这个值得您待一个半天左右差不多 或是他电车车厢里面的车厢 平常我们做电车可能都 都有人做嘛 那像这种的话 可以上去看一下 拍一下说 都空无一人的时候的状态 所以 去铁道博物馆算很有趣啦 或许这个 这个单元或许对某些人会觉得 稍微有点 无聊 枯燥一点 但是对 安排行程里有兴趣的你来讲的话 算是 还算 OK啦 那在KING哥的 2019年的新书里面的话 是在第几页 KING哥的新书里面有特别介绍 就是刚好2019年的 那个多了16页 然后第137页 这部分有 很说明管内一二楼啦 有什么样的设施 简单的说明 还有就是搭乘方法 唯一KING哥在这边 要在2020年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JR的搭乘方法 然后在后面 后面我有一些行程规划的安排 后面行程规划安排是属于 巴士就是刚刚 京都市营巴士 刚刚KING哥有在 先前就已经有讲了 那只是说 后面有一些 规划方法的话 可能就是 会搭乘JR 怎么样搭乘JR来旅行 然后后面可能 就像刚才讲的 早上可以去哪里 或是下午可以先去哪里 这个 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 会稍微做一些 幅度的 调整 就是 可以让 比读者比较多 多元的一些行程走法 好啦 这个是KING KING哥在这个 讲堂里面所 特别 说明的 内容 就是 针对 京都 铁道 博物馆的 部分 那 最近你说 KING哥可能会 开始有一个新的小单元 就是 QMA 就是 可能不会讲那么久 像这个 铁道博物馆 我还要讲怎么走法 然后行程安排上 要加哪几个行程进去 这个 在 这个旅游讲堂 讲就好了 那 后面有个新的 可能未来有个新的单元 他可能 不用直播了 就直接 就上台 YouTube上面 或是优酷上面 给读者 稍微了解一下 说 Q&A 除了 详细的解答之外 然后再多方面的一些 补充 那这样子 可能讲个10到15分钟 就给读者 可能会 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次的单元 可能花的时间 比较少 可以早一点 休息 那下一次 可能就会 可能会 想一些 比较有多的 一些主题 再分享 给各位读者 好啦 那我这个单元 可能就先 暂时 先告一个段落 好啦 跟这个单元 跟各位读者 说 说声 拜拜啦